后领窝怎么做 今天给大家录一个前领窝的视频 咱们这次的前领窝先从左边开始直 左边直 实际上我们左边直 就是从左边的外边往里挑针 如果我们从反面看着 挑针很不方便 所以我先教大家一个挑针的小窍门 就是看着正面挑 我们要从外边往里挑 就是从左边往右边挑 把线最后挑在领子的这个位置 那我看正面怎么挑 拿勾针挑 看着正面就很好找这个针目了 找完以后 这个线搁底下往外一勾 套在针上就行了 就这样 一针一针给它挑起来 这样非常方便 而且也是一一对应的 也不容易出错误 按照这个方法就把针目都都挑起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针目挑起来以后呢 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肩板的引反针的位置 给它做好记号 记号都给它做好了 因为什么 如果你不记住做记号 这边一剪针你就容易出现错误 所以前期的这种步骤不要少 是为了你后期织起来更方便 现在我们这针 这个线已经挑好以后 在这个位置 我们开始进行肩板 这个领子 这儿的这个领窝的挑针 左肩领窝的挑针 我们是用上针的方法进行挑针 看着上针挑 我们这个挑针的方法 大家知道我这个领窝要减针 减针按照是4321的减 因为我在这个上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了 大家如果记不住 可以看一下我那个视频 就是一针减一针减四次 两针减一针减三次 三针减一针减两次 四针减一针减一次 这样正好减掉十针 那么什么叫一针减一次呢 这样 先从领子上挑起一针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原来的这肩板这针 把顶子上这边这针 给它并掉 这样就减掉一针 这样翻过来 这实际上我们就减掉一针了 翻过来以后呢 我们后边按照这个肩板呢 按照正常织这个银反的方法进行织 去掉一个再回来 我们刚才已经减掉一针了 第二针减的时候最后一针不要织 挂到右针上 再从领子这再织出一针来 再用这个挂的这针 把领子织出这针减掉 这又减一针 这样就减掉两次了 按照这个方法减四次 这叫一针减一针减四次 现在我们是调一针减一针 减了四次已经减完了 我们该调两针减一针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两针怎么调呢 同样最后一针这还是不织的 调起一针 减掉一针 再织一针 这就相当于从领子上调了两针 减掉一针 第一针还是不织 第二针继续织 按照这个方法 就是再织三次 现在我们调两针减一针的三次 已经做完了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大家看这弧度已经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该调三针减一针 做两次了 同样还是这样 实际上大家掌握这个规律 就好做了 最后一针不布置吗 最后一针我们布置 这个时候我们调三针 当我们调第一针的时候 还是要减掉一针 完了以后再调两针 这就叫调三针减一针 这个方法我们调三针减一针 是做两次 完了回来是正常织的 大家看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已经实际上我们这边的肩部的银帆 已经做完了 做完银帆以后 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就开始 织这个搓板针了 我这个这儿没给大家演示 织完了 这儿应该在这儿织的时候 凡是到这个位置 就开始织搓板针了 把我们这边这八针的搓板针 就直接就带出来了 现在我们三针的减针也做完了 最后差一次四针减一针了 四针减一针同样也一样的 我们在调第一针的时候 给它减掉一针 完了再调出三针来 其实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就应该找出规律来了 就是凡是你剪掉那针 都是在第一针开始的时候给它剪掉 再织出别的针 这样它的弧度就出来了 再往这边织 织完以后 我们如果这儿还领的 领窝这儿不中间还要剩几针吗 这儿还不剪针的时候 你可以再做几次四针四针的银反 就是织四针回过去 再回来再织四针 再把线织到外手边 当我们剪完针以后 不剪针织的时候 我们最后一针这儿不还是不织吗 我们直接再把针目调起来 调完以后 当你往回织的时候 知道这个没织这针后边这度线的时候 织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线给它带一下 压到这个针目里头 这样它就很平整了 现在我们左边的这个领窝 基本上就完成了 最后把线甩到这个外边这儿 甩到外手边 大家看这左手这个前领窝 现在其实我们 就是你掌握了这个左的这个领窝以后 其实大家织完这个左边的这个领窝以后 应该就想象了右领窝就更好织了 右领窝的织的方法跟这左领窝是一样的 唯一一点的就是右边是在正面剪针 右边比左边还要好织 我们右领窝首先挑针就很方便 我们就看着正面来挑针 直接用针挑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肩膀的针数都调起来了 调完以后 我们直接就是做这边 你看看着正面剪针 织一针剪一针 看着正面剪针比左边还要方便 同样的这个次数跟左边是对称的 我们最后一针布枝直接给它剥过来就行了 完了再挑第二针 给它并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一针剪一针完以后 两针剪一针是一个道理的 同样我们都是在第一针上面 给它剪掉一针 完了再挑一针 三针剪一针也是这个道理 四针剪一针也是这样的 永远在第一针上把那一针剪掉 后边再挑起来 都是这样挑 现在我们这个前领窝两边 左边跟右边基本上都织完了 针数也剪掉了 这个最后这儿呢 我又做了两次不剪针的 因为这个中间这儿 领子按照你自己留的针数 知道你留的针数这儿 要知道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我这线在右边这点 从这儿开始一直就给它合并织过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中间这儿了 同样最后一针我们还是不要了给它织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儿的针数 所有针数都给它织上 中间这个领子留的这个针数 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线的粗细 针的粗细 还有领子这个弧度 你自己定 这时候跟这边衔接 如果你觉得有洞的话 你可以给它挑一下 给它衔接一下 这样它就没有洞了 现在我们等于是左右两边的 基本上都给它衔接好了 前领片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样